哈喽大家好 我是Master 周景的这些G1边境关机测评 本期是第38期 咱们介绍的话就是这个华车这个角色 那么它的名字的话叫做华车 英文的话是这个Hoyst 好那么Hoyst这个车的圆形的话 就是一个Toyota N30 Hilux 4x4的一个皮卡车 那么就是这一款 那么它的形象的话是一个拖车的形象 那么在这个动画片里的话 它就像这个医生一样 那么所有的这个车型汽车的话 都要向它进行一个数值的汇报 以使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战的状态 好那么它的话呢 作为一个边境的话 第一是这个汇集以及整理大家的一个数值 那么对大家进行一个检查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拖车的形象 那么也是非常具有可玩性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打开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这样的放下来 我们上边的话给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安装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小的拖板 那么这个地方的小转轮的话 就是模拟一个小的滑轮的形式 那么比如说有些车辆 如果有一个抛锚或坏的的话 就可以把它这样的拖拽回去 比如说我们上次介绍这个Jazz 那么就可以这样的话进行一个拖拽 好的 好的 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好 那么上面这个的话并不是小翅板 它不能这样的飞翔起来 上面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雷达板 进行一个雷达探测的时候使用的 那平时的话 也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光合 把我们这个拖车板的话进行一个收纳 这是一个非常小巧的这么一款车型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它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额外的配件 比如说像有这么两个手型在这里 那么还有的话这样一个这个感应器在这里 它并不是一个车灯啊 我把它放在这里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两枚导弹在这里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还有另外两个小替换手型 那么我的话是只有一个存在了 那么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激光发射器 那么一个手里面是有两个进行激光发射器 向外一个激光发射的 应该是有两个 但是一个的话也没有问题 好了我们来进行一个变形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向外这个掰雪 就像是这样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手部 那么这边是一个镜像 我们来同样来做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这样的拿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属部件 这是一个合金成分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人形的腿部 那么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形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的脚部的话 进行一个弯折 就像是这样 好了 然后的话这个部分 我们进行一个向后的一个弯折 然后上面的话 我们把它这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部分 把它拿下来 就像是这样 那么更加方便于我们变形 好了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向上啊 就像是这样 把它头部的话呢 向上弯折到这个位置 好了 然后的话呢 把它这样的转过来 那么手部的话呢 把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弯折 就像是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抬起来 更凸显出我们的手部所在 好的 好 那么在这个头后部分的话 有一个小孔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个 探测器部分 把它放在上边啊 就像是这样 在头的上缝 然后我们转过来 好了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安装我们的手型 可以把我们的手部的话呢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插 就像是这样 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手部的安插 好 那么手部的话呢 安插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发射出去 像刚才一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在旁边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发射的一个小按键 非常容易去移视的小部件 这个地方一旦按下去之后的话 就可以进行一个向前的一个发射 好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型的话 是替换成这样的一个激光的一个发射器 这是一个双滚激光发射器 就像是这样 那么进行一个向外的一个激光火力的一个输出 那么另外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的话直接替换成这样的导弹的形式进行一个向外的一个导弹的发射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一样是非常的强劲有力啊 好的 已经发射出去了啊 好的 那我们来把这个手型的话呢 我们给它替换上 那么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手型正常手型 好的 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激光发射手啊 我们给它替换一下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遗失的一个小部件啊 好的 那么这款的话呢 是我们的后一的滑车 呃 他的话呢 是一个TFE的一个玩具 那么如果我们购买TFE版本 复版的话 通常是有一个人物卡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话呢 是一个编号是14号 依然是一个08年的一个玩具啊 出版的话应该是85年的时候出品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插图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话是这个修补员 我们翻过来 那么是有两种形式的一个展示啊 那么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拖车的形式 皮卡拖车 另外的话就是一个人形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下边的话就是一些人物的数值 那他的话是一个51分 那么最高的话就是这个技能 最差的话就是这个速度 因为他的话是这个拖车嘛 对不对 好的 我们再进行一个回变啊 好的 就像是这样 那么如果不装这个后部的这个配件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皮卡车的一个形式 那么后面的部件的话呢 我们也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安装 那么这两个地方是有两个小桃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话 给他一个打开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这个安装回去啊 好 就像是这样 好的 好的 这点今天测评了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这个后卫 它的名字的话是这个滑车 那么它的话呢 是一个在团队里面的一个 负责大家的一个状态保证的这么一个人员 那么也是一个拖车的形象 好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今天玩具的交流 我们如果的话是一百期 包括了这边的那个测评啊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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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